海宁陈家显赫几百年,靠的是两座祖坟,埋在风水宝地吗? 陈申是谁?他乃是清朝望族海宁陈家出的一个大官,康熙十一年中举,之后步入官场,以中书社人起家,到康熙四十三年,生为贵州巡富,此时,他已六十三岁。 不过,他不是那种牢骨板,见当地百姓不惜农丧,竟能想到从家乡,兴了十几名农妇,到此地交人种丧养残,成为一段佳话。 后来,他又做了湖北群府,康熙五十年,先生公布上书,再转里布上书,此时,他已七十多岁了。 不幸,次子去世,家人将织葬在陈申买的一块坟地里,接到消息的陈申目瞪口呆,迅速请假回乡。 海宁陈家,图片来源网络,感谢原作者,若有金权,请联系删除。 他是大官啊,亲戚朋友出城好远前来迎接,他却马不停息,连家门都不进,直奔宗子,烧香燃指。 一众亲戚不知道这位老太爷在玩什么呀,只能屏住呼吸不说话,等着答案揭晓。 但见陈申从祖父吴维公的神主后,拿出一个盒子,打开,取出一张纸条,让家人亲戚传看。 上面写着,某月日时改藏吴维公于某处,原来,陈申精通勘于之术,知道那是一块坟地,已算好即日即时,要把爷也牵葬此处。 没想到,竟被他儿子抢了头。 列位,他既有此心,为何早不告诉亲人们呢? 一者,他哪里会想到,儿子会先自己而去啊? 二者,天机不可泄露,说出去了,说不定被人抢葬了呢,虽然他家官大,但将这乃文器风流泥才风雨之地,比他家更厉害的,未必没有。 因此,出了大漏子,葬了就葬了吧,反正是自己儿子吗?冒兴烟,也冒在他们家呀。 海宁陈家,图片来源网络,感谢原作者,若有亲权,请联系删除,于是又奔往藏处去看。 一到那里,止不住哀声叹气啊,他对着一脸茫然的亲戚们说道,藏师无知,偏左丈许,坏死家成,可谓惋惜,亲戚们啊,这块地,与我们老臣家的檀树祖坟,有得一拼啊。 说完,指着又便一棵树,让人挖开,绝下三十,得十侠,终有书约,莽年月日时,藏无为公于此,亲戚中也有头脑活络的,说,可不可以把你儿子牵走,把无为公再牵过来。 陈申说,地气一泻,不可用矣,众人还不心肝,又问,如果这块地真这么好,难道就这样一点用也没有了? 陈申说,倒也不是,六七十年后,子孙当有五官之一品者,后来,他的曾孙陈用夫官至安徽巡抚兼提督,受一品封为镇威将军。 列为,看至此处,是否觉得,真有那么回事呢?祖坟真的冒青烟,所以后带出大人物呢? 咱们农村很多人家的堂屋里,都会挂祖德流芳,祖德流芳,图片来源网络,感谢原作者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 咱们中国人又喜欢一个词,光宗要祖,那么,到底施祖德流芳,所以让你有所成就,还是你努力有所成就,所以能够光宗要祖呢? 我想,大家估计都会选后者,是你厉害,所以让祖宗有光,就算真有风水老地,子孙如果不努力,不行正道,不做好人,照样会是一塌糊涂。 如果海宁陈家中了个进士,从此吃老本,会有可能人才辈出,显赫喜百年吗?